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哪怕与搭档以前有所过节 他也能不计前嫌合作共赢 而在师大元帅中 也有一位性情豪迈的人物 他就是彭德怀元帅 他在1898年出生于湖南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中 自小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 母亲的去世以及父亲的重病 导致他不得不说学回家 放牛 做工样样都干 小小年纪就已经挑起了家庭的担子 1916年参加了湘军 凭着他的才能很快晋升为班长 排长 在部队期间他还组建了继贫组织 帮助贫困人民 并由此得到启发 迸发出革命的念头 1928年惊人介赏入党 随后就参与并领导了平江起义 共同创建了红四军 横仁军长以及十三师师长 八月份开始进行打游戏 创建根据地的行动 年底带领队伍上井冈山 之后部队进行改变 他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军长 之后留守井冈山 与敌军二十几个团打了好几天 无奈之下只有突围 结果又遇到埋伏 最终队伍只剩下三百人 不过后来他在军阀混战期间四处奔波 使得红武军增长至五千人 彭老总打起仗来是说一不二的 看准时机就上 因此抓准了很多良机 打了无数的胜仗 不过有一次 他就因为这种战法和刘伯成起了冲突 结果打完仗后 又立马给刘伯成道歉去了 时间是在一九四零年十月底 一二二九市的六个团 到了盘龙镇关家老 此次行动的目的 就是围攻刚起打队 后来敌人在逃窜过程中 途径我军的工厂 就进行了破坏 彭老总既不打一处来 决定全监这些日寇 但是敌军占据了地形 以击装备优势 防守阵型很坚固 我军多次冲锋都被击退了回来 但是彭还是不放弃 命令再次冲锋 刘伯成德之后 赶忙给彭打电话 劝他暂停进攻 否则伤亡太多 反而不值得 因此得到晚上再次机发起攻势 结果彭反驳道 必须的现在打 刘 你这是赌气 是冲动 彭 放心 我一定拿下这场仗 说完就挂了电话 电话那头的刘伯成 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而彭德怀在指挥所挂完电话也有些后悔 感觉话有些说中了 他决定打完这场仗 就去给刘伯成请罪 之后战士们冲锋了十几次 最后终于是攻下了 可我军也损失惨重 甚至超过了敌军伤亡数量 此时的彭也知道这次是自己做的不对 见到刘伯成后赶紧上去握手 说道 这次是我不对 小弟给你赔个罪 在战场上 彭老总还是非常真性情的 刘伯成也是熟知这个彭铁牛的性子 对他没脾气 他们为了革命奋斗终生 不计个人的事 值得钦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